今天要做新拉麵 今天要做新拉麵 是新拉麵嗎 今天有的是 宮崎的新拉麵 攻擊嗎 攻擊 所以沒有危險 中午好久沒有在家裡吃飯 然後麵的做法也蠻簡單的 炒麵 山油露好好用 子肉的絞肉 炒一炒 今天用200克 但是炒一點也沒關係 應該這個雞有一點太多 宮崎有那個 雞炸雞 炸雞的 南漢炸雞嗎 南漢炸雞 南漢炸雞 那個蠻好吃 那個是宮崎的 他們的雞肉也很好吃 但是今天用的是雞肉 這個好好喝 放個 放手 有 為什麼我們 四的家 附近每一次有雞呢 有嗎 三次的家也有 火鍋的雞 為什麼呢 但是我很喜歡雞 有香味的話 放豆板醬 今天我家沒有豆板醬 所以代替 用味煎點醬油 還有 辣椒粉 這個調味的話 比較像豆板醬 然後豆板醬是 兩大匙 嗯不是 兩大匙 喔有有有 很像豆板醬的味道 醬油 醬油 這個絞肉也 完好吃的 然後炒好 放個一公升的水 嗯 一公升的水 還有 還有一大匙的米酒 醬油是 兩大匙 然後乾辣椒 然後兩大匙的雞粉 雞蛋塊也可以 你喜歡的就好了 好像這個新 就完的雞粉台灣買不到 雞蛋的味道的話什麼都好 雞精也可以 日本沒有賣雞精喔 反正我雞精不太喜歡 然後 然後加入一下 欸現在開始之後 不到十分鐘 誰到才 很快 然後水滾 這樣攪一攪 然後放個雞蛋 然後做蛋花 這個慢慢放比較好 我這次用兩顆 一次放的話 水的溫度 變下來所以 不行 它會感冒 很多人不太會做蛋花 但是都是 一次全部放進去 所以會感冒 所以慢慢加進去比較好 然後開始煮麵喔 用你喜歡的麵就好了 因為台灣買不到公雞的麵 所以用什麼都好 然後 然後呢 公雞的新拉麵的豆色 是很辣 所以最後放 韓國的辣椒粉 但是我們家沒有韓國的辣椒粉 所以日本的辣椒粉放進去 這個 是 中國的辣椒粉 就是辣椒 哪裡的都是辣椒 我這次放個兩大匙 兩大匙是不是太多 沒關係 我滿會吃辣的 嗯 好吃 然後 給湯是怎樣做好 喔忘記了 最後放個韭菜 小菜是最後的飯就好了 一起炒一炒的話 沒什麼功格 所以加入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了 做好了 然後 鯖面 拿在一起就OK 那我要開動 我做好了 公吉的新拉麵 我要吃喔 它蠻辣的 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沒有像那麼 以風感的 很濃的味道 要是怎樣也很好吃 好吃 好吃 嗯 好吃 酒菜的味道好香喔 我這次放很多的辣椒粉 所以真的蠻辣的 但是如果你不太喜歡辣味的話 可以調整一下 你們的豆瓣醬很辣 所以可能很辣 所以要試試看 嗯 蠻好吃的 如果你想吃日本的 新拉麵的話 你也可以做做看喔 大概十分鐘以內 就可以做好了 所以午餐的時候 很適合 好 那有興趣的話 可以做做看 那今天到這裡喔 拜拜 到這裡喔 有 我們 謝謝 感谢观看